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蘭 台北市差低價火鍋之大寶 最低價只要299 這一間叫做大石鍋屋 在復興南路二段上面 往這邊上二樓 入口處就有張貼消費的資訊 單人也可以開鍋 座位是被分配到四人的座位 感覺很寬散不擁擠 如果不介意晚一點吃飯的話 希望也可以九點半在入場 只要在假日期間也能達到 最低價299的門檻 肉餅的部分 如果不是很牽制要吃牛肉的話 可以只點299的價格 因為他們的雞肉就非常好吃了 是店家特別醃製過的 不過我還是會想要吃一點牛肉 所以點了338的價格 湯頭的部分 可以點一鍋清淡的 一鍋點重口味的 來這一間推薦大家一定要 價購89塊的紅椰麻辣湯 吃過之後算是我心中第二名的麻辣鍋了 而且豆腐跟鴨血也是一樣吃到飽 這間用餐時間是90分鐘 還有他們是使用QRcode點餐 蜘蛛飯的區域看起來並不大 冰淇淋是明治的也是熔口味 中間是醬料跟湯底糊 飲料有可樂機 奶茶 日式煎茶 還有咖啡機 也有飲水機 旁邊則是滷肉跟咖哩 不過時間完了其實裡面沒什麼滷肉了 看其他比較早的去飯的照片料都很多 還有白飯 再過來還有豆皮跟老油條 旁邊就是麵食類的 下面就是菜盤的部分 選擇種類也算是蠻多樣的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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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蛞蛋 露頭上來了 這次只有雞蛋 雞蛋 來算算看 看起來口水都流下來了 還有夾冰心地瓜來吃 蠻好吃的 今天結帳後的價格 兩人是842 一個人大概400塊 接著就是最好吃的雞肉 看看上面是有特別醃漬過的 吃起來還蠻嫩的 還有獨特的香味 超級好吃 這個是櫻桃鴨 算算看 煮後說的蠻小一片 但是也蠻好吃的 這個是很像果凍的鴨血 麻辣鍋的豆腐也是非常的入味 所以麻辣鍋是一定要加夠的 最後就吃個冰淇淋 過冰淇淋的味道就不普通通 這就是今天台北超便宜的火鍋吃到飽 喜歡的話再幫我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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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